那接下來我們來使用名稱跟參照的方式來下這個 我們剛剛在計算A洞的時候按兩下 這裡A型號 可是這樣弄完以後公式要改A改B 我們可以把這邊結合在一起 把位置抓進來用參照的方式 那順便再定一下名稱好了 來看一下 我們的範圍從C3到C802對不對 那其實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來我從這邊選囉 把這三個字複製起來 選起來Ctrl C 接下來在公式標籤 定義名稱 你來定義名稱要選起來呢 老師 我還沒有選資料 那就從這裡來 名稱管理員 直接從這裡新增 Ctrl V貼上 然後跟它打什麼東西 C3到C802 這裡 各位看一下吧 管理費就等於C3到C802 確定 好 接下來 再來一個 新增 負號 那這裡是B喔 B開頭 罵號 前B負號 前B負號可以去打 B B 然後呢 再前B符號 802 來 各位瞄一下 這裡 所以 負號呢 就等於B3到B802 按確定 好 定了兩個 一個叫管理費 一個叫負號 再對一下看看 管理費就等於C3到C802交的錢 那這個呢 負號是在這裡 對不對 OK 那結起來 來 接下來我們這邊再打一遍 剛剛打的是右邊這邊 縮小一點 來開始囉 等於 someif 然後呢 範圍是在哪裡 範圍就可以從哪裡 這叫做負號的地方 找什麼東西呢 找 前面是A開頭的 然後and 後面不知道加新號 記得喔 只要碰到文字前後就要加雙引號喔 那接下來 戶號找到要把它什麼 要計算是管理費這樣 那這樣做出來以後呢 你只要按兩下就全部做完了 喔 做法跟剛剛一樣 我剛剛只是把名稱 名稱就是範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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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發現有個地方 有個範圍 好多公式都要用到它 你可以把它定成名稱 對呀 可以把它定成名稱 也可以這樣來做